我這邊再多增加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要再多加入一個叫做銷售金額 那這個銷售金額怎麼算呢 當然就是從訂單明細裡面 我要去看小季 產品類別是那個產品類別的小季 是多少 那所以要把小季給加走起來 所以當然就是用等於上衣服 然後一樣第一欄是我要比較的是什麼 產品類別裡面 第二個要比較的是什麼 我要它同裝的 然後加總的是什麼 加總的是它的小季這一欄 OK後刮股Enter 那就算出來了 那當然我把它往下拉 那後面的金額也都出來了 OK好那當然這是慢慢用手動的方式 那甚至呢我舉個例子 我如果真的要去算 假設我希望算下單日期是2016年的 銷售金額是多少 你下公式就有點難喔 因為你下的公式你要去比較 我要先產生一個2016年的第一天 跟2016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要去比較這個欄位裡面 大於等於2016年的第一天的 以及小於等於2016年最後一天的 然後它的小季幫它加總起來 這樣有點複雜了 當然可以下公式了 那現在我們就不教下公式的方式 我們快速來教另外一個 來我現在想 我們用所謂的在Excel叫樞紐分析表 但是事實上等一下你會看到 到時候這邊有一個叫資料 裡面有一個叫做那個資料透視表 但它這裡做出來就是樞紐分析表 我們來看一下樞紐分析表 它有什麼好處 它甚至可以做出這邊的計表裡面這些東西出來 怎麼做 來看一下喔 我這邊我先把整個表格選起來 整個表格按左上角的A跟E之間的那個空格選起來 然後我就選資料 資料透視表 選一下 然後我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它上面不用改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為什麼先選上面的 因為我選了我要比較的是這整個的資料 訂單明信 但是我等一下要產生的樞紐分析表 放到新的工作表裡頭 所以按建立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底下的字就叫做樞紐分析表 其實就是資料透視表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列藍值 這什麼東西啊 這邊有列藍值 這什麼東西 好 我要做出一個像剛才這樣 左邊是產品類別的 你看透過資料分析表 就不用下公式喔 你看喔 這邊叫做列 我的列 就要放產品類別 所以按新增 產品類別 你看剛才的女裝提件男裝 家具配件通裝 錢出來 然後 我希望要算出它的 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是這裡是 銷售數量 我希望算出它的銷售數量 OK 那其實我可以在列當中 新增 銷售數量 在哪裡 數量 它的數量怎麼這樣展開來了 OK 它在列展開來 有1 就是說女裝有1 女裝有2 女裝有3 女裝有5 皮件有1 2 3 那我可以收起來 可以收起來 可是收起來也沒有總計啊 所以先跟各位講 這裡的數量不適合放在列 來 我要把它刪掉 可以數量 這邊有一個叉叉 關掉 我數量適合放在欄 所以在新增裡面 我放一個數量 哇 它這樣子 它這樣子又 它沒有直接做加總 欸 那我放在直 好了 放數量 重來一次 直 啊 放在數量 那放在直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就做數量的上 各位有沒有看到 放在直 你看到女裝1454 來回到切到總計表裡面 女裝 銷售數量1454 出來了 可以嗎 嗯 所以你看 樞紐分析表 要做總計就很容易 OK 然後另外下一個 銷售比數 那一樣就放在直 直這個地方 我可以再新增 銷售比數 那個比數 比數 比數 要從哪裡 這裡 銷售比數 要從哪裡弄呢 其實這裡的銷售比數 我可以拿 訂單編號 因為一個訂單編號 就是一個銷售比數 是吧 我就可以選銷售比數 可是銷售比數 很好玩的是 銷售比數 因為那個訂單編號 訂單編號 它是自竄 它本身是自竄 它不是數字 它是自竄 所以它自然會用count 去算個數 它不會去用sum去做加總 OK 所以你看 它這邊的字 你可以點一下 訂單編號的count a 那這個a是什麼意思 a是我 那個什麼 我要算它有文字的部分 昨天還記不記得 我們下count的時候 count是什麼 count是算數字 那count a 是只要有文字進來 只要有字我就算 只要有字我就算 不管是數字 或者字串 我都算 所以可以看一下 女裝的總和 數量 數量 銷售的數量 跟銷售的這個 這個上面的字我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你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銷售比數 我就改一下 銷售 上面的字是可以改的 可以嗎 不影響你的結果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是銷售數量 你看 然後最後一個 剛才我們最後一個是什麼 銷售金額 也是一樣 我就開始來算 這個 樞紐分析 先點到有資料的地方 它樞紐分析的 就會跑出來 一樣在值這裡 所以 我新增一個 叫做小記 小記出來了 女裝2338200 來記表看一下 女裝 銷售金額2338200 都出來了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然後當然這上面 我就改一下 叫做銷售金額 OK 完成 好 來 各位試做銷售